《红楼梦》第43回 贾宝玉说了一段话 他说 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 那原是曹子健的谎话 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要说的 林黛玉石独银当中的一个人物 真后 好 那么这个真后跟洛神什么关系 曹子健又是谁呢 曹子健是曹操的儿子 曹植 他的哥哥是曹丕 这位真后就是曹丕的夫人 其实呢 这位真夫人并不是曹丕的原配 是曹丕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从谁手里呢 袁熙 袁熙是谁呢 袁熙是袁绍的次子 大家都知道 袁绍曾经跟曹操在关渡对垒 打了一仗 结果呢 这仗是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一个辉煌的战力 曹操的三万兵把把袁绍的三十万人马给打败了 曹兵乘胜追击 曹家父子就是曹操和曹丕两个人呢 这个时候心里同时惦记着一个人 谁呢 就是袁熙的夫人 真夫人 都知道真夫人长得漂亮啊 但是漂亮成什么样不知道 曹操就派了一只兵马赶快去围袁熙的大营 没想到曹丕杰租先登 掀一只兵马把这个大营围了 然后进去以后呢 看见两个女人 一个呢 是刘氏 谁呢 袁绍的夫人 还有一个女人呢 脸上抹的全是土 一看这个体态就知道一定是个美人 所以上去一把抓过来 用袖子把脸上的灰擦掉 一看 哎呀 真是国色天香 从来没见到这种漂亮的一个女人 接着就把这个女人收了 这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真夫人 这曹丕呢 就把真夫人带回来了 以后呢 就成了自己的夫人 曹操虽然心里也惦记真事 但是他总不能跟儿子抢女人吧 虽然他也在打仗的时候 经常打败了别人之后 就把别人的妻子据为己有 但是这时候呢 是他的儿子啊 他不能抢 所以真事就成了曹丕的夫人 这位真夫人叫什么名字呢 据说叫真福 对不对呢 不对 咱们看看这个福字是从哪来的呢 是洛神父 曹指写洛神父 开头几句 黄初三年 余朝经诗环迹落川 古人有言 丝水之神名曰福飞 洛神就是福飞 福飞据说呢 是福西的女儿 后来呢 在洛水淹死了 就成了洛水之神 曹之就说啊 他见到这个洛神了 这洛神简直长得漂亮极了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凌波微步 罗瓦生辰 还送予他翠羽明珠等等 后来好事者呢 就编了个故事 硬把这个真夫人跟这个福飞扯在一块了 说 说什么呢 说曹指写洛神其实是暗恋真夫人 暗恋他的嫂子 是吧 是对不对呢 完全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看他们三个人的年龄啊 是吧 真夫人嫁给曹丕的叔叔 曹丕十七岁 只有十七岁啊 这曹植要比曹丕小五岁 曹植那个叔叔才十二岁 是吧 真夫人呢 比曹丕大四岁 真夫人比曹植大九岁呀 是不是啊 他不是光一个年龄差 就是曹植年龄太小了 是吧 根本开始的时候不可能 后来可能不可能呢 后来可能性也非常小 虽然真夫人很漂亮 但真夫人这个人 真夫人这个人 不管是什么史书记载 没有人说过他一个字的不字 他这个人是非常贤惠的 不管跟谁 都是从夫顺子 而且孝顺公婆 就这么个人 你看他跟刘氏的时候孝顺刘氏 他跟变氏的时候 也就是曹植和曹丕的母亲 他是非常孝敬 所以宫里边大家都说他们好啊 都说这个真是的好话 所以真是自己不可能去勾引这个小叔子 这小叔子呢 对这个嫂子呢 肯定 肯定是非常尊敬的 但是并没有记载 并没有任何的史料证明 他有非分之想 都是外头的一些无稽之谈 都是好事者编出来的 虽然这个曹植没有这个意思 真是也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 但是曹丕这个人不行 曹丕这个人的心胸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 曹丕这个人的是容不下别人的一个人 是吧 史书当中呢 其实已经露出了一些这样的意思 你比如说曹丕自己曾经写过一篇东西叫典论论文 开头就说文人相亲自古而然 对不对 他就说所有的人 他就列举了很多很多的人啊 你不服气我 我不服气你 实际上是他自己一个心性的一个表露 掩盖不住的 能够看出来 能够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 他这个人的狭隘的心胸 他做事呢 更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说他对他的朋友 他对他的弟弟 他对其他的一些臣僚都不够好 尤其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叫刘真呢 是建安妻子之一 我们知道啊 建安时期 曹氏父子三个人 曹操 曹丕 曹直 号称三曹 这三曹的文学水平都很高啊 曹操横素赋诗 自不代言 这个曹丕也是写了一首好文章 曹植更不用说了 曹植你看看谢灵韵怎么评价他 谢灵韵说 天下财供一旦 子贱独得八斗 哎呦 你看看 天底下的财气啊 总共就是一旦曹子贱 曹植一个人就占了八成 你看看 对曹植的评价多高啊 对不对 那么除了三曹 除了三曹之外呢 还有妻子 史称建安妻子 这建安妻子当中 也都是一个一个 也都是不得了的人 像孔荣 像陈林 像王灿 像刘真 像徐干 阮宇等等 这就是 是吧 就这些人 那么这里头呢 就有一个刘真 是跟曹家父子的关系都极好的呀 尤其跟曹丕 跟了曹丕很多年啊 这个曹丕呢 对刘真 你看看是怎么安排的 他对刘真是什么样的 他娶了这个真夫人之后呢 他很得意 真夫人漂亮啊 他跟真夫人 当然很美的一个美人 这个曹丕 也是经常忘形啊 他经常拿这个真夫人出来显摆 他有一次呢 就招了一群朋友来喝酒 就把真夫人请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知道进退呀 就赶快扶手 把头递下来了 只有一个刘真大胆 平视 刘真为什么平视呢 建安妻子一个个的都是 比较不大居小节的人 对不对 那么刘真在这里边呢 又特别的居傲 刘真的就想 你既然把真夫人请出来 不就是给我们干的吗 是吧 那真夫人这么漂亮 已经到了眼前 我看一眼 不行吗 所以刘真平视 这留下这么一个典故啊 就叫刘真平视 这一平视可不得了 惨了 刘真惨了 是吧 曹操听说了这件事 就把刘真抓起来 然后就罚作苦意 这里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就免了刘真的死罪 刘真的死罪 曹操是很欣赏刘真的呀 是吧 在曹操手里赦免了他的死罪 只不过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去做苦意 那么死罪是谁定的 这还用说吗 曹丕底下的人 没有可能定这个刘真的死罪啊 这就是曹丕干的嘛 曹丕定了刘真的死罪 他父亲给他免了死罪 罚作苦意 当然刘真后来下场很不好啊 他在这个北方 北方发生瘟疫了 他在做苦意的过程当中染疫了 染疫一病死了 这刘真的下场 就是因为看了一眼嘛 看了一眼真是嘛 你看看 这对朋友啊 他对他的亲弟弟都很不好 他亲弟的曹职啊 同父同母的弟弟啊 是吧 曹职的财气他很嫉妒 你看看 他曾经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吗 他曾经逼着曹职 七步作诗啊 是吧 那《三国演义》里边 引了这个故事 而且把这个 原诗呢 改了几句 改得还挺通俗 主斗燃斗齐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今天我们念起来呢 可能不是太押韵 竹斗燃斗齐 齐和斗在府中弃的气 和那个相间何太极的急 这好像不是太押韵啊 但是他们三个字都是入生 在那个时候 古音是押韵的 好了 那么曹职的财气 很让他这个哥哥嫉妒 是吧 不单是财气啊 还有在曹操面前 曹操对他们的态度 本来曹操是特别喜欢曹植啊 曹操屡次想把曹植立为他的继承人 这让曹批心里 曹批心里极为不爽 这真夫人规劝曹批 善待自己的弟弟 本来不是好事吗 但是不成想 反而使曹批 渡火中烧 彻底冷落了真夫人 等于把真夫人锁进了冷宫 真夫人这一辈子 先跟了原家后跟了曹家 兵荒马乱之中 担了多少惊吓 从来都是待人以善 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 从来都是恪守自己的本分 没想到落到这一步 还被人尽了很多谗言 还被人说了很多坏话 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田地呢 所以他写了一首《唐上行》 其中有两句 众口朔黄金 使君生别离 但是能劝转这个夫君吗 能劝这个曹批在回心转意吗 都不行 不但不行 以曹批的狭小的心性 最后居然还听信禅言 把这个真夫人赐死了 真夫人就这样冤死了 是不是 真夫人死后 还被人编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污网之言呢 是吧 比如说 有一次曹操带着全家大小出征 都走了 只有这个真夫人的因为生病留在后方 没走 等大家班师回朝的时候呢 一看 真夫人怎么变漂亮了 这个病怎么就好了 不单是病好了 整个非常的滋润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那一想 哦 这里边还有一个曹执也没去 于是就编出来曹执和真夫人之间的一些风流运势 是吧 那外人这样编 你自家人不应该不明察秋毫啊 曹执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曹执应该知道 真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曹执更应该知道呀 你不应该让他担这样的这个污名啊 对不对 但是曹执不是这样的一个心胸宽大的人 否则真夫人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否则曹执也不会落到那个地步 所以真夫人孤苦的命运 真夫人过人的才气 使得他应该入选石独营 他的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陈王一副脱金红 其壁临波照影中 平氏已嫌堂地恨 长门空渡往来封 这四句诗怎么讲呢 陈王就是曹执 曹执写了一篇洛神父 洛神长得非常之美啊 惊鸿照影 但是这跟真夫人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完全就是硬扯在一起的呀 真夫人的悲惨遭遇 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曹执的心胸狭窄呀 你看看 你看看刘真平氏之后的遭遇 她的下场 你再看看 把真夫人打入冷宫 然后又赐死 使真夫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都是因为一些风言风语吗 这能定真夫人的罪吗 你看看 这就是真夫人 又一个悲情的才女 随风逝去 那么 十读引里 还有谁呢 咱们下一讲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